如何使用Google翻译? 第一步,将软件任用程式Google App下载到iPhone或Android。 安装软件任用程式,一,使用iPhone者,请按App Store,或使用Android手机,请按Play Store。 二,在搜索档中,箭头所指示的方位,输入Google Translate或 三,往程式下方移动来寻找Google Translate。 四,请按Get或Install来安装任用程式。 第二步,建立Google翻译。 当你第一次打开Google Translate任用程式时, 你需要选择你的主要语言与你经常需要翻译的语言。 根据你的需要,你可以以后转换过来。 第三步,Google翻译的基本功能。 请按1来选择两种你需要翻译的语言, 例如英文到中文或中文到英文。 在这里2,输入你要翻译的短句。 在这里3,就会出现你需要翻译的短句。 请按4,扬声器的图示来听取你翻译好的材料。 其他Google翻译的功能。 请按照商机Camera的图示来翻译。 扫描、Scan。 建议使用在纸张的文件。 请按扫描、Scan图示。 请把照商机对准文件。 然后按圆圈的按钮来扫描。 在荧幕上,你会看到所有在信中的字句亮起来。 请按选择所有,Select all。 下一步,请按见嘴的图示。 在顶部翻译语言的旁边,你获取全部的翻译。 如果有需要,请按扬声器的按钮来读给你听。 直识、Instant。 只建议使用简短的片语或句子。 请按直识、Instant图示。 把照商机对准文件开始来翻译。 萤幕会显示出开始翻译。 如果你需要更多时间来阅读翻译, 请按暂停翻译、Pause Translation来停止。 当你准备好继续,请按继续翻译、Continue Translation。 输入Import。 建议使用在手机上的文件、照片。 请按输入Import图示。 从文件夹中选择你的文件。 在文件夹中,所有的字都必须要亮起来。 请按选择所有。 Sled All。 请按箭头图示在翻译语言的旁边, 以获取全部的翻译。 如果有需要, 请按扬声器的按钮来读给你听翻译好的材料。 手写Handwriting,翻译的另一个选项。 请按手写Handwriting图示。 写下字短句在这里写Write here框格里面。 对话。 Conversation。 建议于说另一种语言的人的讲话。 请按对话。 Conversation图示。 在你要说话的语言下, 按microphone图示。 对着microphone说话。 当你停止后, 应用程式会大声地读出翻译的过的短句。 请按扬声器的图示来重复短句。 语言、voice,翻译的另一个选项。 请按语音、voice图示。 对着microphone说话。 当你停止后, 应用程式会翻译短句。 这句话不会自动大声说出来。 请按扬声器的图示来听这短句。 请按扬声器的图示。